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说传统赌博 面对面这种 您是玩牌也好啊 玩骰子也好 那人家出老千 还需要点手法 需要点道具呢 这您也别参与都一样 骰子里边灌水银 牌后边都有记号 人家明白 而这种网络赌博 那就更简单了 完全就是收割式的赢您钱呢 这种赌博方式啊 您就是在跟软件玩 而这软件的后台就在别人手里头 对赌客来说是在赌博 对庄家控制软件的人来说就是在玩心理战 因为面上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明的 您的牌人家早知道 人家发出来的 那您说我不玩牌 我玩单臂魔鬼 玩轮盘 玩跑马 都一样 人家是个软件 那是个程序 说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 说让您赢就让您赢 说让您输就让您输 所以我说呀 这庄家不是在跟您赌博 是在跟您玩心理 开始让您赢一点 尝到点甜头 之后呢 让您输一点 哎呀 不行 心里揪得慌 之后再让您赢一点 翻来往复 您就有点上瘾了 之后头的赌注越来越大 有时候呢 哎 头大赌注 呱一下 真翻了好几倍 高兴啊 您就又会加大赌注 他们就是这样引着赌客 一步一步的 埋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咱们今天这案子里的主角啊 就是这样 一个90后 不仅输光了家里的全部财产 又把公司账上的三千多万 全都给输了 这还不叫万劫不复吗 朋友们 千万别再犯傻了 网络赌博跟您的运气和赌博的技术 完全没有关系 就是填选去了 有多少输多少 没人管您死活 这个案件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是2020年的3月份 河南省州口市公安局 港区分局接到一名市民的举报 说呀 他在网上一个赌博网站 就当玩 结果输了400多 我报案 他们骗人 那叫400多报案 那3000多还没报呢 警方通过对这个平台的深入调查 一个涉案金额高达几十亿的跨境网络犯罪团伙 浮出了水面 这家赌博网站的服务器设在境外 赌博的门类非常多 网站规模也很大 背后操控这个网站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呢 也在境外藏着 依靠上下游的犯罪产业链 这个团伙设计了各种赌博花样 利用赌客试赌的心理 不断的累高投注金额 让他们深陷其中 无法自拔 为了吸引人呢 这个赌博网站还把活跃度比较高的参赌人员 拉拢成网络赌博平台的代理 干什么 让他们去拉下线 多往咱这平台上招人 到时候他们输了多少 我们赢了多少 给你们千分之三左右的佣金 其实就是为虎作昌 你不是输底掉了吗 活不下去了吗 没关系呀 我给你条活路 你去拉人头啊 我们赢了他分给你 咱是一伙的了 警方调查之后发现 仅仅是2019年12月到2020年的2月这俩来月的时间 这个网站的充值会员就有54,900人 资金流水80多 亿元 收到线索之后 周口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 基本掌握了这个网络赌博平台的组织构架 运作模式和部分代理的真实身份 这样一条涉及非法赌博 地下钱庄 银行卡倒卖的黑色产业链条 逐渐的就清晰起来了 3月27号 公安机关组成了12个抓捕小组 连夜奔赴广东 湖南 江苏 浙江等等15个省份 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集中抓捕 一共抓了45个人 冻结涉案银行卡976张 扣押冻结涉案资金2000多万 这也就是九牛一毛啊 不是说破了案之后 这钱就都能追回了还给您了 大老板都在境外呢 钱早就转走了 想再追回来 咱也别说没有可能 反正要经历一个漫长 而十分十分曲折的过程 实际上呢 您就可以把这事给忘了 这回就是 对涉案人员进行抓捕的同时啊 专案组民警 从研判涉案银行卡的资金流 和信息流入手 被调取的1500张银行卡 三个月之内的银行流水 这么一梳理 基本上就查清了资金的流向 其中在这个团伙里啊 有一个卡贩子 哎 他其实都不是一个人 有一个专门放卡的团伙 他们在国内呢 以每套1000块钱的价格 收购银行卡四件套 银行卡 优盾 手机卡 身份证复印件 这叫四件套 他们1000块钱收 赌博网站呢 给他们每套是3500 哎 一套他们就挣2500 他们把银行卡绑定在手机上 通过银行转账 或者说呢 ATM机取现金 再交给指定人员这种方式 帮赌博网站转移赌资 2019年7月以来 这个团伙一共收购银行卡四件套 600多套 获利500多万 7月到2月 这是8 9 10 11 12 12 7个月 7个月挣了500多万 这里边就有每位赌客的随喜功德 蔡某是这个案件中的重要嫌疑人 现在叫嫌疑人呢 刚抓的还没判呢 仅在1月份就有1.7亿元的违法资金 转移到他的银行卡里 转案组的民警在他们家查获了大量的证据 这案子实在是太大了 8月8号被公安部列为了督办案件 在公安部和河南省公安厅的部署之下 转案组聚焦重点线强化精准打击 跟看报纸似的啊 专案组聚焦重点线索 强化精准打击 围绕信息流和资金流 追踪溯源 就说呀 到9月21号 一共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123人 其中代理有34人 赌徒26人 涉嫌犯卡洗钱的61人 提供网络技术支持服务的两人 这个案件呢 还捣毁了地下钱庄三个 扣押涉案财务 人民币616.2万元 港币60万 没收赌资430.2万元 冻结银行卡1890张 冻结银行卡资金1.23亿元 您就看出来了 其他的钱呢 都是扣押和冻结 什么钱直接没收了 赌资 各位赌资谁的 赌徒的 您拿着钱就算没输 直接也给您没收了 别干这事 咱们说说开始提到的 90后的那个赌徒 姓黄 是一家大型企业的财务人员 生活条件也不错 薪水也不少 开始的时候呢 在这赌博网站上啊 是几百块几千块的玩 慢慢的就几万几万的玩了 开始呢 是小的溜的赢钱 然后台老板呢 放长线钓大鱼 让你尝点甜头 之后可就是大把大把的输了 越输 他就想越多投一点 哪怕有一两把是赢的 他就翻过身来了 那让你翻过身来 人家网站挣谁的呢 越输越多 越输 他越想翻盘 这人就跟招了魔似的 到处借钱贷款 刷信用卡 摆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之后 他就盯上了公司的账户 他本身就是管财务的 太方便了 从公司账户里边挪出来三千多万 半年的时间 半年的时间输个毛干爪净 一分都没剩下 至于他之后的路怎么往下走 这就不是自个儿能说了算的了 这得等法律说 还有一名赌客呀 姓郝 本来是当地一家小有名气的美容院的女老板 日子过得挺滋润 但是2019年的9月 他在朋友李某的鼓动之下下载了一款名叫统一的手机APP 这李某啊 其实就是个代理人 当时跟着好老板说 这就是个理财的软件 能让你挣钱的 下载完之后他不会使 这李某又给他介绍了一位指导员 还把他拉进了统一APP的玩家群里头 最开始的时候啊 李某让好老板跟着群里的投注信息投钱 好老板也不是差钱的人待着无聊啊 玩一千的 哎 扔了一千 结果输了 之后他又冲了三千 又输了 他一看你姥姥啊 什么理财软件呢 现在不玩了 这时候李某又来了 告诉他呀 指导员呢 提出来一个条件 给你保本玩 哎 怎么叫保本玩啊 赢了 你分给我们点 输了 全算我们的 好老板一听 哎 这买卖才干得过呢 别人出本 赢了大家分 这多好啊 那就这么着 我把之前输那四千块钱赢回来再卸载 哎 不着急 我先赢回来点 可是在这个软件上 他一直是输多赢少 那边呢 也挺讲信用 输了 全给垫上了 但是李某一直在旁边鼓动他 哎 你就是运气不好 没关系 快翻盘了 你得多加一点 多加一点 一把就回来了 之后你爱玩不玩 不玩卸载了就完了吗 这时候 人家已经不给他垫钱了 你都玩明白了 是不是 你也该转运了 我们这得帮助其他的会员去了 您自己来吧 好老板这个时候啊 也已经身陷其中了 人跟着了魔似的 一心就想着翻本 人家不给垫钱了 自己手头的流动资金 存款 这也已经填了旋了 这怎么办呢 抵押车 输了 借高利贷 输了 借网贷 又输了 跟亲朋好友借钱吧 先后他筹集了七十多万 全都扔在了这个网络赌博软件上 警方在办案当中也发现了 这上边没有运气 你赌客在上边的一切行为 抓到的什么牌 你的输赢都是被设计好的 每场下注 都有人在后台操控 这类赌博网站呢 会下设运营部 客服部 技术部 听着挺正规 他们管什么呀 拉人头 当导师 控制赌局 这个网站呢 先以充一万送三千 注册马上送现金 这些形式 诱导人进行在线赌博 之后呢 还会以充值返线 保本跟头这些形式 持续的吸引你加大投入 这就是一步一步的 引着你去跳这个坑 话就不多说了 朋友们 十赌十片 自古开赌场 没有凭运气 跟赌客们玩的 烂赌鬼 都是从小赌移情开始的 一步一步滑向深渊 最好的办法就是 拒腐蚀 永不沾 我不参与这类的活动 另外 您要实在是有钱 搁手里烧的话 您要是钱多呢 见俩西望小学 见俩养老院 您说我钱没那么多 就拿着两万块钱 绝着摇手 您资助个大学生 是不是呢 同样是花这么多钱 您内心得到的东西 可不一样 助人乃是快乐之本 这个事儿呢 其实是还没完 刚发生的 警察刚抓着人 正在往下详细的查证 各位啊 也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 咱们讲就讲到这儿了 全文文 拜拜